上海上岗和广州恒大的中超前王山之战,没有让媒体和球迷失望,两队提出了一场高质量的对决,而最终胜利者是上海上岗的基克吴雷和埃尔赫森两大前锋,以2比1的比分击败了广州恒打, 并在积分榜上以领先4分的方式继续领考积分榜,毫无疑问,最近几个赛季上海上岗是广州恒大,继续称霸中超的第一强敌,而在两队的10次的中超交手中,广州恒大取得5胜5平的不败战绩,但在两次的第11次交手时,广州恒大却输掉了比赛,尽管主帅卡纳瓦罗在赛后发布会表示联赛冠军的归属, 还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,暂时近期球队要面临的问题却是无法避免,9月14日主场却杀了北京国安,但消耗极大,而18日幼客场挑战上海香港,再一次付出了极大的体能,结果还输了球, 5天之内连续体力量长争挂比赛,都是高强度的一应战,这对于球员来说是非常大的考验,高林,塔利斯强,高拉特,保利尼奥,封萧勤,张林鹏,梅芳和封城, 这八大主力在这两场争挂比赛里都踢了超过150分钟的比赛,其中张林鹏,高林和冯萧婷三人,还连续踢了两场国总比赛,而踢完和上海上岗的比赛后,广州恒大又要马不停骑,的赶往下一个比赛地南京, 于9月22日,客场挑战积分保第五的江苏苏宁,这么多主力球员的体能消耗如此大,广州恒大这次客场挑战江苏苏宁,恐怕,有些凶多吉少,而江苏苏宁则在主场一一代劳。